如何正确清洁您的Apple Watch 您的Apple Watch是一个很棒的设备 但是它需要定期清洁 以确保其表面和功能正常运作 正确的清洁方法可以帮助您避免使用不当的清洁产品和方法 进而损坏您的Apple Watch 在这段影片中 我们将介绍如何正确地清洁您的Apple Watch 可以在Apple Watch上使用消毒剂吗 您可以使用71%一柄纯酒精擦拭布 75%乙纯酒精擦拭布 或Clorox消毒擦拭筋 轻轻擦拭Apple Watch 以及单圈表环 运动型表带 Nike运动型表带 海洋表带或金属表带的外部表面 但是请勿用于布面或皮革表带 也不要使用含有漂白剂或过氧化金的产品 此外 请避免让任何开口进水 并且不要将Apple Watch进入任何清洁剂中 清洁并擦前Apple Watch Apple Watch应保持清洁与前灶 肥皂、清洁产品、粗糙材质、压缩空气、 超音波清洁和外部热源 可能会造成Apple Watch损坏 因此不应用于Apple Watch 若要清洁Apple Watch 请遵循以下步骤 一、关闭Apple Watch 并从充电器取下 二、如果您的Apple Watch有皮革表带 请先拆下表带 三、用光滑 不起毛续的布 轻轻擦拭Apple Watch 可是需要在布料上 稍微沾湿清水 如果在Apple Watch的 扬声器连接布等地方 看到杂质或碎屑 您可以在水龙头下 使用温水轻轻抽洗Apple Watch 直到完全清洁 但请勿使用肥皂或其他清洁产品 四、用光滑 不起毛续的擦拭布 将Apple Watch擦前 包括表背水晶玻璃 值得一提的是 Apple Watch在制造时 运用最新技术 为的是要提供最佳的客户体验 为了确保手表的所有功能正常运作 您需要定期保养手表 这包括定期清洁 更换电池 如果适用 建议您每一至两年 就送手表到专业维修店进行维护 此外 您应该避免将手表暴露在极端温度下 以及避免磁场和震动 对手表造成损害 若您的手表在使用过程中 有任何异常现象 应及时送到专业维修店进行检修 这样可以延长手表的使用寿命 确保其功能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好 看起来 关起来 疾病 明天 伤刀 距离 按吻 课问